第十四题 有一轮轴轮的半径为16公分 轴的半径为4公分 将一个60公斤重的物体挂在轴上 势力于轮上使物体等速度上升 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不考虑绳的重量与摩擦力 我们晓得轮轴的重要观念就是轮转一圈 轴转一圈 所以选项B说 当轮转一圈时轴会转四圈是错的 因为轮转一圈轴会转一圈 他们所走过的长度就是他们的周长比 而轮的半径16公分 轴的半径4公分 所以他们的半径比4比1 周长比也是4比1 所以当在我们在轮上下拉4公分的时候 我们的轴只会移动1公分 所以选项猪说 轮上绳子下拉4公分 物体上升16公分是错的 而我们的绳子悬挂物体 物体的重量是60公斤重 我要跟他平衡 所以绳子的拉力也要是60公斤重 所以选项C说 悬挂物体的绳子拉力为20公斤重是错的 应该是60公斤重 我们的计算的想法是 轮半径乘以轮失利 等于轴半径乘以轴失利 轮半径比较大 所以轮失利比较小 所以可以省力 这个图上面是失利在轮上 所以可以达到省力的目的 所以选项A是对的 所以第14题问我们说 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A 以此方式使用轮轴可以省力 到这边就存在了 我们下轮轮转的绳子拉力也要稳定 我们下轮轮转的绳子拉力也要稳定